同样也是在欧洲不仅是疫情严重 还上演着难民的悲剧 这个悲剧也可以回溯过去20年 悲剧是不断的在重演 早在20年前 当美国为了报复911 开始攻占伊拉克阿富汗之后 就造成了中东地区的秩序大乱 几百万的难民开始流离失所 而当地的政府失控 以及整个的经济状况恶化之下 很多人都逃离他们的国家 这几百万人去哪里呢 很多人选择要去欧盟找工作找亲友 如此一来再加上非洲的情况 也同样也有很多的经济难民 这些经济难民 政治难民 以及军事灾祸之下的难民 纷纷涌向欧洲 他们最主要的 希望进入欧盟的几个大的国家 德国 法国 还有英国 而就在英国目前由于脱离欧盟之后 需要很多的临时工 因此很多的黑道 开始组织所谓的人蛇集团 把这些移民送往英国 怎么走呢 当然海陆 陆路 但陆路在去年发生了一场大悲剧 有人困死在货柜车之后 如今海陆非常畅旺 但如今你看看 这个冬天 英吉利海峡 虽然没有那么宽 但是海巷是非常恶劣的 就在这两天 陆续有人就是要强行渡海 而发生了大悲剧 可以说欧洲的难民问题 二十年都解决不了 如今这个悲剧 只能说是一连串悲剧的 再一次而已 二十四日 法国加莱海岸边 天才透出围光 但一场难民渡海的悲剧 已经一步步走入黑暗 是彼岸的英国 让难民们 感染穿上一种一色救生衣 走入冷冽的海水 再跳上这骚 几乎没了空间的超载小艇 他们有老有少 超过三十一人 将忍受七八个小时的拥挤 还寒冷 因为横渡英吉利海峡后 就能申掉难民的悲苦 只是当小艇渐渐消失在浓雾后 急促的海上通报 也通不出来 当天在法国北部海域的渔民 赫然发现海中有数名溺水者 但救难队赶到时 冰冷的海水中 只剩这个泄气的塑胶制品 还有漂流在海域的渔民 海域的渔民 海域的渔民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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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恼 所以我们已经复杂了 所有人被渔民 我们已经复杂了四个人 目前累计巡获 二十七具遗体中 甚至包含一名孕妇和三个孩子 被救急的两名难民 仍因严重失温 尚未脱离险境 初步怀疑冲气艇 是被货柜船撞击之后 才泄气翻腐 造成英吉利海峡有相关记录以来 最惨重的难民悲歌 这位庇护申请屡次被英国拒绝的 二十三岁阿富汗少年 在遇难小艇出发前的几个小时 也走上相同险途 踏踏的冲气艇 突然间在海中进水 索性被法国海上巡逻队发现 才能平安回到法国 等待重生的日子动辄好几年 只是对他们来说 即使渡海的风险这么大 但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以外发生后的流天清晨 加莱海滩上冒险的偷渡船班 根本没有消失 更让记者压抑的是 这个常态也被当局看在眼里 接着记者继续在海岸边观察 沙丘间有许多战事扎营的痕迹 包含冲气筒等 多半会有人设集团准备 渡海的难民 每人得支付约五到六千英镑的 高额费用 并在这里等待随时出海的通知 为什么你想去美国 过去多家英国媒体早已注意到 英吉利海峡上的难民议题 他们甚至会搭上合法船只 记录下难民的行动 在这条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上 难民小艇必须随时注意 长度比它搭上五十几倍的货柜船 还有同样棘手的海上滑船 眼看又将被带回法国 难民不但不停船 还会拖下救生背心丢入海中 威胁军警 若再靠近 就会跳入海里 根据英国官方统计 今年已累计 两万五千七百名 非法移民企图进入英国 对比这条代表 2020年数据的黄色曲线 今年的人数已是去年的三倍 人设集团坦言 偷渡需求根本没有趋缓 但今年英法之间的海上偷渡案之所以爆量 也与另一场非法移民的悲剧有关 2019年英国爱塞克斯郡发生的货柜车三十九十命案 旧市人设集团将非法移民藏在货柜中 透过陆路方式进到英国 此后英法便强化海底隧道等路上交通的取地作为 但得不到庇护的非法移民之道 当车搭不了 船就成了最佳选项 NGO组织调查 百分之九十亿的渡海非法移民 都来自伊拉克 叙利亚 还有越南等人权作为极差的国家 他们多半是为了到英国 与已经在当地的亲友团聚 除了亲情驱使之外 受脱欧和疫情影响 今年英国劳工严重短缺 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 有了被雇佣的优势 就业市场与相对友善的文化 让非法移民对英国产生憧憬 但这次的渡海悲剧 让各国再次质疑 英法两国的边防和移民政策 而两位领导者的反应 也如怒海宣伯 强生指的他们是谁 话说的隐晖 但法国加莱市长可不客气 直接点名要他负责 因为今年7月两国才达成协议 英国出钱请法国加强海岸巡逻 应对非法难民的激增 但英国却被指控根本一毛钱都没给 虽然两国最后还是达成 愿意合作前返非法移民 并强化各项边境检控的共识 但被剧之前的政治口水 依旧没有缓解眼前的人道危机 明年在这片海域上万起渡海涉险 为何非得要出了事 才能唤起全球关注 潘英吉利海峡不再是目的 也愿这些人们终能找到一处 能安身立命的国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